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现在开始到大省之前都会是休战期 也就是说现在是六月份了 也就是说等到明年的十一月份 就是一年就现在是七月份了 算是七月初了 就从七月初到明年的十一月份 一年四个月休战期是这么长 然后休战之后 假如说会重新出现一个贸易冲突的话 会是朝哪一方面的 基本上我都知道了 我都能看到了 就 现在其实我们是一步步看到的 首先是贸易战 然后是科技战 然后现在开始了 就那个不贩银行啊 招商银行啊 还有交通银行啊 就也陆陆续续了 就开始被人动手脚了 就有一种金融制裁的迹象出现 当然那还没有大规模的发生 我现在可以先做一个预告 贸易战 无效 效应是零 对于中国来讲是 赢不了中国的 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 绕过贸易战的一个局限 第二 就是那个 科技战 随着 华为 复活 美国重新 重新放射华为 让那些芯片工艺上 继续供应 零配件给华为 科技战 美国也赢不了 这两个都赢不了 因为假如说这个是有效的话 这一招是不用收回去的 继续放着也可以 那为什么要收回去呢 就是因为 我继续放着这一招也无效 我收回去也差不了多少 那我未来一年半是大选年 收回去 对于市场来讲 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才会收回去 假如说收回去 会大大影响 对于美国的 对于中国的打击的话 特朗普也不是笨蛋 他不会收回去的 因为假如说 他现在下重手 科技制裁 打击了华为 假如说是有效的话 他发这一招的背后 肯定是有一般人 也就是他的选民 在支持他这样做 他才会这样做 甚至是做完之后 有人会支持他 支持他继续做 不要收手 他才会持续下去 那既然他现在这样收手的话 就两种可能性 第一 没人支持他这样做 或是他 支持他这样做下去的力度 很弱 第二 实际效用不强 他两边平衡了一下 觉得我又拿不到足够的支持 实际效用也不强 对我大审 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处 那不如我把这一招撤了 那起码市场会有一个 积极的一个反应 股市会上涨 那我们活到的支持就更多了 他会这样想 所以呢 贸易方面的贸易账能 制裁了 是 现在是无效了 你说还有一个 顺杀的25%的关税 还保持着 还保持着 基本上我会跟大家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 那个贸易账 那个25%的关税 其实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可以捞过去 一分钱都不用付的 我们不是看到吗 最近特朗普也在 也在发推文 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说准备要考虑加征 越南的关税 那已经把那个苗头也透露出来了 现在大家已经找到那个套路 那个法 那个套路就是透过越南 把那些货在越南 绕一圈 然后出口到美国 就可以回避那关税 第二科技章 它也放上了华为 也代表了 那个 透过弹弓 电子元件 给华为 这一招是 使不下去了 使那个效用 比 那个成本 比不上 那个成本 然后还剩下第三招 进入制裁 那假如说开头两招都无效的话 其实我们基本上呢 不用看 那个进入制裁 到底出什么招 具体是什么招 会什么时候出现 基本上 它那招出来 就算出来 也基本上肯定 我可以说 我可以这么说 肯定无功而退 甚至我现在都已经可以把 怎样去化解 那个进入制裁 那个招 的套路 我说出来都可以 好 我就先说几招了 例如 你说 断绝 不让那个 中国的银行 去借出 美元 不让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面 进行美元的一个交易 它是怎样执行 那个制裁令呢 就是断绝 那些银行 进入 他们有一个网络 叫Swift Swift 就是全球 银行与银行之间 假如说要进行 货币 对换 货币结算 就透过那个网络 去进行 因为你说我要制裁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制裁 并不是说我下一个命令 就可以制裁 它制裁的手法呢 是用Swift 就好像制裁 进入制裁一了 那时候 不让它借出美元 也是这样 不让它进入Swift 那个网络 那个叫银行的一个 通信的一个网络 那它现在的手法呢 对于那个 普发银行啊 交通银行啊 还有交通银行 也会是一模一样 透过Swift 但是这个是可以跨解的 因为 现在中国以及欧洲 都不断在推动 另外一套 银行之间 沟通 进行货币兑换 货币结算 的一套网络系统 大家在网络上面 都可以看到了 并不只有Swift 这个网络 还有另外两个网络的 现在他们在不断推动 所以那一招 等到它出来了 什么时候出来 就是大选年之后 就2021年 可能就出来了 那到时候 还要看特朗普 会不会年任 假如说年任的话 那一招就会出来 假如说不会年任的话 也难说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你可以就跟他说 你是洗钱啊 怎样 然后就 我不跟你做那个 美元的交易啊 就不让你 就就就就在市场里面得到美元 这也是多余的 因为其实呢 美国在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底下 是全球 其他国家 都需要用到美元 第一 石油 第二 石油 第三 还是石油 就只有石油 它能控制得住 其他的话 例如我 我买一台电脑 我不用美元解释 那我没问题的 为什么我非得要美元 但是假如说 我买石油 不用美元解释的话 美国马上会打那国家 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 其他的 他都允许用其他的货币来解释 其他产品 那现在中国呢 它的能源的来源呢 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呢 也有中东 例如伊朗 例如非洲 例如委内威拉 假如说 它那三个点 它能搞定的话 那它就不需要 依赖美国的石油 或者是美国的影响力 底下的石油 也就是说 那个叫什么 阿联油 不需要从阿联油那边进口了 它可以从伊朗进口 从委内威拉进口 从非洲进口 那三个国家进口石油 都其实 它对方也不要求 透过美元进行交售 那未来这一年半 就看中国能不能搞定 那三个地方的石油 非洲的石油 基本上是可以搞定的 然后另外就是 维内威拉 现在维内威拉 就基本上是六七八糟 那六七八糟的话 也就是说 不受美国控制底下 也就是说 可以搞定 剩下就是伊朗 假如说 伊朗方面 能搞定 给中国供应石油 然后不需要用美元来结算的话 那中国说不准 就真的 对于美元的要求 可以到达降低 而我现在看来的 就中国与伊朗 方面的那个石油的那个交易 我认为 未来一年半 是可以谈妥 就抛开美元 现在剩下的关键就是 它能不能掌握 就剩下 那一年半时间 把这个事情搞定 所以我们不妨 警定着伊朗 与中国那方面的进口的 中国方面的一个石油 的供应的谈判的进程 密切跟踪 从那个风吹草动 从里面的风吹草动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一年半之后 假如说真的出现 那个金融制裁的话 有没有下 那我现在我认为是 有效可能性是低 先说到这里 假如大家对我所说的内容 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 然后记得按个键订阅 然后感觉内容可以的话 谢谢大家 请我喝一杯咖啡 谢谢大厂 再见